一起许下相同心愿 星星应该听得见 不让它怎么灵魇 我为什么今天心 一直扑通扑通地跳 其实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那天你为什么不顾心 你安慰救我 我是在完成任务 他是说身为妻子的任务吗 休怪我狠心 毕竟我十二岁 就答应了珍珍要娶她 不过看在你保护我的份上 待我休了你之后 再替你磨个好婆家 沙口 沙口 华冰宇不能答应 今日宫宴 这簪子趁南非更加脱俗 妾身秦佩真见过承王殿下 你们都退下吧 我和殿下有话要说 放手 这是承王妃 还不快跪下 承王妃怎会如此寒酸 我 我不知道姐姐如此洁减 才把姐姐认成宫女 导致姐姐大动肝火 都是我的错 请承王殿下宽恕 我也是不知 那将士们厮杀护国 竟是为了你这等人铺杖浪费的 姐姐 你可冤枉我了 这只是京城女子的寻常打扮 不比姐姐在边关粗制大业 我就是不顾忌自己的面子 也要顾忌丈夫在外面的面子 王妃怎么打扮我都喜欢 与庞人无关 我们走 等等 她的声音怎么像那日的刺客 她若是那日的刺客 肩膀上 会不会向我画家独门指印的 起来吧 知道错了就行 姐姐这是做事 我不过是吴将姐姐认成宫女 姐姐竟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毁我清白 我好心扶你而已 看来真的有毛衣 难道王爷欺骗了我 那个刺客这个小偷 已经送抚养了 好 恕我认为言轻 现在只有一死 才能证明我的贞洁了 你这 你这 放肆 放肆 当着本王的面 你想污蔑王妃 谋害官父吗 还不滚 王爷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爱妃 这种人不值得我为她生气 今儿你要进宫 你还要与其他女眷们 多走动走多 好 我们走 看你们得意到几十 王妃以后 可要跟你们多走动啊 是啊 是啊 这是哪个不值天高地厚的 还敢来啊 方才误会一场 我来是恭喜姐姐 王爷有后了 咱们承王府有喜了 王妃这是有喜了呀 王妃这是有喜了呀 喜事啊 恭喜王妃 恭喜王妃 恭喜 恭喜 太好了 自然不是我的 楚夫人的意思是 有人怀了我家殿下的孩子 别怪我没有说清楚 当年王爷曾与我有承诺 所以与我的鸭和月牙 也有来往 竟阴差阳错 有了身孕 这哪有主子为嫁 陪嫁鸭会嫌有孕的呀 真是有上风化 月牙姑娘我前不久刚见过 不曾见她肚子有身孕 那是因为 王爷婚后才有的 短短时间 当然看不出 难道齐瑞珍 真的背叛我 如今月牙已被王爷养在外头 姐姐若是不信 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我相信王爷一定不会做出此事 为了证明她的清白 跟你走一趟又何妨 殿下 里头有人说 承王妃跟秦佩真去了城里 说你在城里养了个外宅 来 什么 我什么时候在城里养个外宅了 走走 快点劝开 这 这边 这人在搞什么 别称王妃 此人确实已有两月身孕 退下吧 是 月牙 你说 你这腹中胎儿是何人的 为小姐 我 是 是 称王殿下的 王妃饶命 这分明是被逼迫的 王爷 你怎么来了 王爷 不必再瞒着姐姐了 月牙迟早是要进王府的 若姐姐不一 那便犯了七戳 王爷可休妻 原来真真是想帮我休妻啊 月牙腹中孩子 到底是不是你的 这事儿 我跟你说 咱们回家再说 姐姐不必如此逼迫王爷 王爷 只是怕姐姐生气罢了 这都是小事 小事 从我进门那日便立下规矩 做我画家夫婿 必须从一而终 什么阴阴厌厌 一个也不需要 别打我 别打我 救命啊 快 你 他认出了 大冰玉你怎么回事 幻座以前你教训他一段就是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难过的感觉 他若真行为不断 便没有资格继承大统 若是遭人陷害 冰玉 朕只能靠你了 儿臣遵旨 秦宸 冰玉你 兼玉你 突然死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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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醒醒啊 醒醒 三皇子落水了 快去救人哪 你是谁啊 我叫秦佩真 你方才落水 是我救了你 我一直没有王 那就好好利用这件事 对付华冰玉 王爷 王妃呢 属下不知 少了她的耳提面密啊 都是有些不习惯 王爷 出事了 玉牙被人杀害 王太游大怒 身体即刻进攻 哪怕你给我的实验是浪漫 我也会在你目光里笑得很甜 等你在人海里厌倦 你会发现我的爱比星光还好看 就算我给你的实验是浪漫 也会用余生检验什么是永远 世界说成小小无言 我们一起把梦想 都绑进现实里面 你上回来 我去 我包你的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